我今天本來要去上面那個烏來驗屍那裡 還有一段沒有事 可是經過這裡的話 看到這邊今天都沒人 想說懶得跑那麼遠 現在大概八點多快九點了 就在這邊好了 反正這邊漂流木很多 做許事啊都輕鬆 那個LINE區啊很多日本西哥在翻 今天你不要看那個淺淺的喔 今天就要去試試看 照慣例一下來就要 撿一點漂流木 因為上次有出水 所以我那個 我藏在那邊的木頭應該都沖走了 上次我說過這一顆 這個豐樹 還沒有人把它挖回去種 因為它在這邊齁 只要出大水的話 你看就可以淹到這裡對不對 然後如果再大一點颱風的話 它可能就會被這個木頭啊滾過來壓死 所以今天把它帶回去種好了 反正沒有人要種 這麼漂亮 今天回去的時候再把它帶回去種 接下來第一件事當然是撿木頭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到目的地就是曬木頭 對 我上次的 木頭 果然全部沖光光了 因為上次有出一次水 所以 去判斷還蠻正確的 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吧 今天啊 還是先到上面那個賴區 去抓吸蟲 先釣蟲 先釣蟲 反正 有吸蟲就釣蟲 但麥蟲現在也不多了 往上面來齁 那個人是在網魚的啦 不理他 反正這邊人 網魚的人 刺魚的人也很多 沒什麼奇怪 吸蟲就在這一片啦 先在這一片抓 等一下再釣那個釣蟲看看 大概抓了一下就好了 吸蟲不用抓太多 過早上釣就好了 然後 現在先去那一段賴 站在中間 可以釣兩邊 現在下面好多魚喔 好多魚 它有大隻的耶 今天鳳有三級耶 三級對我來講 不是有一點太大 嗯 嗯 有斑 跨水囉 漂亮耶 抓魚的人 它那條狗 走那條路上去 它要走那條路上去 所以它應該是住在那裡 因為那裡的路是不通的 是封起來是很土地 所以 這一條路 走上去的話 應該還是住在那裡的人 不過它抓魚 我看它沒有抓很多 大概 大概只抓了 一二十隻而已吧 可能是夠吃就好了啦 也算是 應該怎麼說 哇今天這個鳳塞不行不行 是怎麼路 真的今天只剩烤肉工人了 我以前來烤肉好了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丟到那些小朋友 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 風一陣一陣,塞太大了 我只是先來烤肉好了 我這樣也沒什麼 有在乘,沒在乘,都沒什麼 不知道 丟 要吃太大了,才知道 好,再釣一下來烤肉了 不然這裡是浪費時間 好,來烤肉來烤肉 掉了大概一個小時多吧 前面那個賴區都是西哥 西哥我就沒有裝到桶子 直接放下去了 其他死斑,不怎麼吃 大概幾隻而已 一隻比較大而已 兩隻比較大 等一下掛掉了 來,再魚竿好了 先把它放下去 幾隻快掛了,我們來做那個 魚竿 鯊魚從這裡擠進去就好了 不用刀子 擠進去,然後把東西挖出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好 那等一下再來,把它剖開 然後抹鹽 然後呢 要把這個 中間剖開 洗好就是這樣 把那個黑黑的 和那個血洗乾淨 這樣 然後抹一點那個 薄鹽和那個胡椒粉 抹好之後 大概就可以開始曬了 現在大概11點吧 現在大概曬到 要回去 然後再帶回去吃 好啦,拿去曬吧 我的習慣是這樣子曬 有一個空間 不要讓它貼在石頭上面 覺得這樣下面更通風 它更快 然後這個鐵板吸收熱能在反射 這樣子 以前有把它撐住 結果後來發現不用 它只會縮一點點而已 不會一直 不會一直 不會吸收掉就對了 現在紀錄一下 現在11點 11點開始曬 工大就是有這個好處 剪開放下去就 復復了 快速熟 快速 快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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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賃 看來的 很可憐 看